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机会是存在的 因为我国拥有足够的疫苗 如果你接种了疫苗 你被感染的可能性极小 而且极不可能将疾病传给别人 这一点极为重要 所以那些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不必担心再次感染 因为他们已经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接种疫苗后的两到三周的过渡期 他们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所以他们不必担心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在布鲁尔亚纳表示 斯洛文尼亚已向匈牙利借用30万剂阿斯耐康疫苗 以加快其疫苗接种运动 谢尔多比德表示 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因为匈牙利有足够的疫苗 为所有登记的人接种 他补充说 邻国的自我保护越成功 匈牙利人就越安全 当然 我们会在接近年底时拿回这30万支疫苗 但我们可以负担得起这个决定 因为匈牙利有足够的疫苗 足够为所有已经在匈牙利登记的人接种疫苗 负责经济战略的国务秘书表示 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 匈牙利的多方案将继续进行 预算扩大到1000亿伏林 该计划的目的是帮助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公司 到目前为止 近60家企业已经参加了该计划 现有22家微型和中型企业将有资格获得支持 共和国总统夫人第九次接待外交官的妻子和丈夫 向他们展示匈牙利的美丽地方 近年的会议因为流行病的原因而在户外组织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种疫苗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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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